各位海外,大家好 這個題目叫做法律眼光 來看現實的台灣 這裡面會有很多時事 可以參考一些萬國共法 還是國際政政法 裡面一些概念和規範 為這裡來跟大家介紹 要怎麼來看我們台灣現在現實的狀態 到底應該對台灣有什麼認識 還是對這個立望的中國政府有什麼認識 再來參考看看說 日本、台灣、美國、立望的電話民國 我們這個四個的關係 透過我們這個科學的介紹 讓大家這個概念更清楚 我們想要跟大家問一下 為什麼 你要來這裡 你有想過這個問題嗎 為什麼你要來這裡 你如果是說 對人來 或是說 抓去對白 你這樣做 但是你的目標在什麼都知道 有可能你會磨磨磨磨 所以我們來看這幾個在歷史上 有很多很有名的人 這些人 他跟一半人 有什麼不一樣 請這位 這是什麼人 隔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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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不是發現美洲大陸 對不對 在世界上他發現美洲大陸 為什麼在那個時代裡面 隔人部 他有那種隔人 還有那種膽識 還有那種膽識 跟所有那時候的人 頭部裡面會對地球的想法 他跟別人是不一樣的 以前那些人都因為地球是白 所以大家在航海的那個航道 都會盡量挖這個 大陸的這個周邊這樣一直下去 所以造成這麼多說 在航海的時候 會花很多時間 但是隔人部 他的思法跟不一樣 因為地球是紅的嘛 對不對 所以他走的航道跟不一樣 所以他就發現 美洲的新大陸 但他發現美洲新大陸 整個航海的那個概念 全部都改過來 世界就這樣改變過 還有一個 叫什麼 達爾文 他是達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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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 那個什麼 進化論嘛 對不對 提出進化論的那個 那個達爾文 他有說 Rom 世界上 不是最強的 那種 生物 有辦法生存 也不是最聰明的 那一直 那種的生物 他可以存活下來 是哪一種生物 它是可以在地球上 可以一直延續存活下去 最適應的 能夠最適應 它的環境的改變的 哪一種生物 依照生存下來 因為這個進化論 跟那個人的概念 有一樣嗎 也是不一樣 它是不是提出人 跟人緣 共同祖先可能是一樣的 對不對 那人是不是遭受很大的 宗教上面的批評 但是大家聞 他的想法跟他半人不一樣 但是因為這個進化論的結果 是不是讓整個生物界的 研究 全部都改過來 對不對 這兩個 這兩個 Right brothers 他們這兩個 來的兄弟 他們其實都國中畢業而已 但是他們心裡都有一種方向 他們這個方向就是 人 應該可以跟 交友一樣 可以飛去天上 所以他們兩個在那裡 雖然是在開腳踏車 但是 他們 孜孜不倦 就是 有一天 人可以跟交友一樣 可以飛上天 啊 他這樣下去之後 自從他們這個 飛機這樣發明出來 真的背著天了 整個世界 是不是 整個都改過 交通也好 武器也好 人的生活也好 全部都改過 世界因為他們的發明 他們的理想 他們的堅持 整個世界就改變了 那這個呢 這個呢 這個呢 艾迪森 艾迪森嘛 他媽是Edison 這艾迪森嘛 這Times他 是裡面的一個 一個風雲人物 他在 他錄的表題是這樣啊 他說 How one powerful idea changed America 如何一個想法 可以改變整個美國 艾迪森發明了電燈嘛 對不對 整個美國 甚至整個世界 使用这个照明的这个生活都不一样 整个世界因而这样子改变的 所以他刚才是一个生活而已 他过去的坚持 注意 这个甘皮尔盖茨 这贾博斯 Steve贾博斯 Apple的创办人之一贾博斯 已经过世了 贾博斯他的一生当中 他最重要的一个特质 就是不断挑战这个世界 不断的挑战这一个现况 因为现况应该不是照现在的方向 这样就进行 因为现在这个现况 可以更好 这个现况可以改变 所以贾博斯 但是他还是说Apple的这个团队 他跟一般做手机的公司 还是做一般的电脑公司 跟一般台湾的一些电脑公司的制造商 有同样吗 生活有同样吗 完全没有同样 所以他们的第一台卖金台电脑 1984年出来的一生 他们苹果电脑 他们的生活就是这个 Think Different 就是要跟一般人是因为没同样 你才能改变世界 你才能改变这个电脑的三业 这个呢 这个就是比尼盖茨 Microsoft 比尼盖茨 但是他以前的生活是这样 他希望每个人 每个平民百姓 哪有材料使用电脑 只要他能够使用电脑 他就能够跟一般的这个大公司 或者是用大人物 平起平坐 这个世界就会更公平 这就是比尼盖茨 他心来的那种理想 但是请问一下 微软 他有真的制造电脑 没有呢 他在写什么 Windows 他在写那个Windows的作业系统 有他们Windows的作业系统 有软体这样出发 所以刚才我们来看过 这几个有名的人物 他们是怎样要做那件事 比尼盖茨 贾伯斯 他妈是Edison Chall Stowen 还有这个郭伦布 他们在头部里面的事 其实跟一般人都不一样 你请问一下 我们今天来到民进府上课 为什么要来这 你是否认为说 台湾这个行踪 是不是可以被改变 可以嘛 对不对 那台湾现在这个行踪 是不是有一批人 给我们定义好了 你给我们定义的这个台湾的行踪 不是真正 应该不是 对不对 所以你才来这 因为你的生活跟不一样 所以你觉得 我可以透过台湾民政府的受训 加入台湾民政府的行列 我可以改变台湾 我可以把台湾改变得更好 所以这应该是你来这 心里 有那种感觉 但是你说不出嘴 会有那种理由嘛 那不是这样 所以大家的气气是不是很高 为自己鼓掌一下好不好 这几个有名的人 他们都是做什么 改变 他们都改变了现状 他都改变了现状 所以change 所以这个世界里面 就是不断在那样改变 对不对 但是 在台湾里面 有人跟你说 台湾的维持现状就好了 有没有 我听到这种说法吧 常常听到 过去你常听到 有没有 维持现状 是台湾目前大多数人的想法 他们公布一些民调数字嘛 六成七成的人 都觉得维持现状就好了啦 对不对 但是请问一下 台湾这个现状 对我们台湾人感好 不好嘛 不好是怎么不改变 不好是怎么维持现状 好 那维持现状就好了 那 改变现状 那不是要用别人来改变 不是哦 你刚才看 他们这几个有名的人 他们改变现状 他的生活 如果是跟一般人一样 就用一个猴子 像那个 来到兄弟 他来说 就用一个比较有钱 还有比较有技术 比较有学历的人 他就好多 好不然有费机 这两种人再去天堂 请问 来到兄弟 他有欢迎 去两支 他没嘛 他就没欢迎了嘛 对不对 所以改变 要由什么人开始 要由自己开始 所以我们英雄 这个美国总统欧巴马 这个第一次 的竞选总统的一层 他就说他的竞选口号 就是什么 改变 改变嘛 就是change 改变嘛 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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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就是 改变 我们就是那一个 别人在期待我们 改变的那一个人 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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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民政府的新闻情所代表的意義 請問一下 如果台灣人如果有一千萬人 尋找台灣民政府的新闻情的意義 你想台灣的世界會變成怎樣 整個變化嘛 對不對 全部翻盤嘛 所以改變要由自己來做起 好啊 所以其實是一個記者 那我們為什麼要改變 我們為什麼要改變 要求更好 那這樣我們是不是要思考一下 現在有比較好 就是沒有比較好嘛 所以我們還要更好嘛 所以我們就要先來定義一下 理解一下 那到底我們要改變什麼 那先認識一下 我們的現況是什麼 在這裡 我們的改變 有警察 你在哪 還有 在這裡 對 在這裡 你會不會 Roger C.S. Lim 這是安赫 這是高院的安赫 這是這個 被上訴人 就是美國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pathy Apparent 這就是上訴人 這是被上訴人 這個高院的這個 這個訴訟 這個訴訟裡面 雖然說 美國的司法人 並不報告你行政部門 你應該怎麼做 怎麼做 這我們要知道說美國是一個 三權分立的國家 他有很明顯的分跡 司法部門 他不可以報告你行政部門 你應該怎麼做 他不可以怎麼報 這在他們司法 他們國家裡面 這叫做Political Doctrine 這叫做政治原則 就是不能報告行政部門 你應該怎麼做 但是行政部門 他如果有採取什麼行動 還是說他有生意什麼事情 做他生意跟他採取行動之後 做出來的 這些行為的舉止 就要符合美國法令的規定 這時候 美國的司法人 他就可以報告行政部門 有違法 還是沒有違法 這是他們的 他們的三權分立 這個分跡是這樣 所以這個判決 並沒有說 美國政府應該怎樣怎樣 但是 在這個Political Doctrine 這個訴訟裡面 我看他的報告文裡面 有顯示出來 很重要的訊息 裡面就是 表演出台灣真正的 法理地位的改正 後來他們 這個Political Doctrine 他總結了 地願不讓法官 有一些概念 他這樣寫 美國跟中國混亂的關係 已經超過了六十年了 這個混亂關係 讓台灣的居民 陷入政治煉獄 Political Purgatory During this time the people on Taiwan have lived without any uniformly recognize the government 在這個時間裡面 這個混亂的時間裡面 台灣人 有國際生人 一直生人的政府嗎 沒有 In practical terms this means they have uncertain status in the world community 在這個意思 沒有在政治煉獄 然後又沒有被人家承認的政府 要用實際上來講 台灣人 在這個國際社會裡面 每一天 都換在什麼狀態裡面 對 不確定的狀態 uncertain status 不確定嘛 所以這個 所以美國的法官 他就講出一個事實 台灣的現在的狀態 有確定嗎 有確定是中國民國的嗎 有確定是美國的一個領土嗎 有確定是現在的日本國的領土嗎 沒有 沒有 沒有台灣 現在是什麼人 不確定嘛 對不對 他也在裡面 法國裡面也確定 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他也不是一個國家 所以完全都不確定 這就是這個法官裡面 Political Purgatory 所以他用的這個字 就是代表這個意思 所以我們要給大家分析 給大家了解說 為什麼美國的法官 他在分析台灣 他的現狀 叫做Political Purgatory 在中國裡面 Purgatory 它引申出來的意思 就是這個意思 Intermediate State 就是卡中間的狀態 就是卡在中 要上不上 要下不下 這個就是中間的狀態 它是一個中間的狀態 這個中間的狀態 是永久的嗎 還是暫時的 是暫時的 是暫時的 那用這個中間的狀態 他們的圍圖裡面來看 人 如果過世了 生苦 過世了 那是人的靈魂 他會經過一個 進化的這個過程 在你進化過程 就完全以前 你會卡在這個地方 要嘛你就要下地獄 要嘛你就要上天堂 你上不了天堂 又下不了地獄 你就要卡在中間 接受折磨 就接受折磨 所以這個狀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Purgatory 煉獄 煉獄 煉獄的意思 就是像這個概念 下不了地獄 上不了天堂 在這個中間地帶 游走 接受不斷的苦難 跟折磨 所以 美國官 在形容我們台灣人 這樣有貼切嗎 其實很貼切 他就說 Purgatory 就是一種 a place or a condition of suffering or torment especially one that is temporary 独角說 政治煉獄 這件事情 不會是永遠的 它只是暫時的狀態 但是它卡在中間 要上不上 要下不下 要下不下 你下了地獄 就是因為你的罪太重了 你的罪孽深重 所以你也下地獄 下地獄就確定 對不對 你如果 平常做好事 死後 上了天堂 上了天堂 你的靈魂上了天堂 這件事 上天堂 也是確定 你有你的 已經到達的目標 目的了 但是你沒辦法 上天堂又下地獄 你就卡在中 就不斷地遭受折磨 不斷遭受折磨 所以 大家現在 有 忍受很大的折磨 有啊 我們不知道 我們是什麼人 外面的人 外面的人 他不知道是什麼人 他一直認識很老闆 外面的人 一直因為 你沒有一個歸屬 所以 中華民國在選舉 你也去幫他打一腳 因為 好像說 中華民國 這個立方政府 就是你自己的政府 這個政府 可以代表你 可以在外國 替你發聲 可以在外國 替你保護 可以在外國 替你政府的管理 結果 那有 都沒有 所以 這就是我們台灣人 受折磨 的 的意思 好 算了 我們要再說 為什麼 台灣人 陷入政治 煉獄 剛才美國 香港已經跟我們說了 我們 是在政治 煉獄 那為什麼 為什麼 台灣人 會陷入政治 煉獄 我們把這個 概念 修剋一下 可能要參考一些 靜代史 靜代史的主席就是這樣 這個 這個 1936年 1935年 1935年 所以 始政 40年 在台灣辦一個 總統府辦一個 始政40年 台灣 博覽會 有印象嗎 可能都沒有印象 為什麼 因為國民黨沒有幫你教 國民黨沒有幫你教 他沒有給你教 他沒有給你知道你是 日本人 但是 後部處 有跟你說你是日本人嗎 有 他說你是 皇民後裔 但是 一般人的感覺 是什麼 沒有感覺 對不對 沒有感覺 這個 這個事實 可以抹滅嗎 這個事實 有沒有存在 有 有存在 只是一般人不知道 你不知道 不代表它 不存在 所以 這個 始政40年 台灣博覽會 就是 1935年 你如果 由1995年 加40年 是不是 剛好 1935年 這是 始政40年 誰 始政40年 大日本帝國 對不對 所以 始政40年 這個 台北共會堂的 這個 這個 上面 插什麼機 日本機 對不對 插日本機 所以 我們在 1935年 的時候 我們台灣人 政治的 現狀 是什麼 大日本帝國 成員 對不對 大日本帝國的成員 我們有確定嗎 有啊 我們是一個主權國家 裡面的一份子 哪有確定嗎 我們的政治狀態 有確定嗎 有啊 有確定啊 所以 這個屬於 這樣 大家都在想 可以接受 好 這個時候 我們就來看 那個時候 我們的國家 是什麼 大日本帝國 對不對 它是一個 Nation 或是 它叫做一個 State 那 日本國共會 Nation 和State 其實 它有它的定義 一般 國民黨 這也不需要幫你搞 所以你對 國家的概念 其實很模糊 以為 什麼人 跟我們管 那個人 就是我們的國家 其實這 沒什麼正確 你看 萬國共法 萬國共法 裡面 它就很清楚的 去定義 為什麼會選擇 一個Nation 為什麼會選擇 一個State 它意思是說 這個Nation 它其實就是一個 Political Body 它是一個政治的實體 它是一個政治上的實體 這個實體呢 它是由人所組成的 Society of man 它是人所集結出來的一個實體 每一個人 每一個成員 它這樣組合起來的 這個社會 這個社會裡面的每一個人 United together 大家集合在一起 團結在一起 團結在一起 把他們的力量集中起來 為了什麼事情 為了兩件事情 一件是為了他們 彼此之間 互相的 福利 跟他們的共同的 安全 所以他們集結在一起 這樣就好 對抗 另外一個Nation 還是說 對抗另外一個State 你如果有沒有看到 Discovery裡面 你有沒有看到 那個 非洲那個 黑猩猩 有沒有 那個曾古德 他是不是一個 那個 一個很有名的 曾古德 那個生物學家 他有去紀錄 那個黑猩猩的生態 你看看 黑猩猩 他也是 成群結隊 他如果 族群的 集結在一起 他們有 他們的領域 這個領域裡面 他如果發現 物質不是 他們族群裡面的 黑猩猩 他會怎麼樣 他會 攻擊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那個黑猩猩 另外那一隻 不是他們族群的黑猩猩 這代表的是什麼 第一個 他可能侵入了 他的領地 他的領地的資源 是不是會被瓜分 這就是 他對他 的福利 對不對 如果 他如果 這個黑猩猩 進入他的領地裡面 一 如果沒有 另外那隻 黑猩猩 集結 一群的的時候 是不是對於 原來的族群 會產生 安全上面的威脅 就是 生物界 就是這樣 生物界 這就是人家說的 law of nature 世界的這個 自然法則 大概就是這樣 但是 人 總是 總不是說 跟一般動物一樣 總是要 有一些法令 法則 也就是說 一些道德 加注在身上 我們知道說 有這種威脅 有這種侵略 但是 我們是不是 好好 用一個法則 大家彼此 互相往來 這就是 萬國公法 裡面的概念 所以 這個概念裡面 我們就回頭來想 始終四十年 台灣普朗會 請問一下 那時候 我們是不是跟 日本結合在一起 我們是不是跟 日本有共同的利益 我們是不是有 共同的安全 對吧 這個集結起來 然後 有一個 有一個 那個政治實體 就是什麼 後來 成為一個組織 那個組織叫什麼 政府 政府裡面的一個代表 那個代表是什麼 不是 天空 因為 日本是地製的國家 所以 這個土 那個土 火 那裡 這個土 就是在說 國家的觀念 你看看 這個巨人 就是一個人 也就是 萬國公法裡面 在說那個國家 那個人 那個人 跟一般的 國家裡面 其實就是我們要一樣一個人一樣 在給他好相交往 這個人是為什麼人造成的呢 就是由每一個人民所造成的 他們在裡面都是由每一個人民所造成的 這個人造成之後 我們會給他權威 權威代表什麼 就是那個皇冠 這個皇冠交往代表就是統治的權威 那個統治的權威 如果以言語來說就是三萬元 就是三萬元 就是租款 他這個統治的權威裡面 他杜手握杏 杜手握权 权杖 杏 杏代表什麼 代表就是世俗的力量 軍隊嘛 可以對外國人很賤 這個權杖代表什麼 宗教 是一種精神 是一種這個國家的靈魂 所以這個主管者 他不然要對外 要補給他的實體 這個技部 他一樣 他也要對他裡面的人 要教育他的人 給他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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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更高尚 所以你看看 日本人透過天空 這個教育照書之後 日本人是不是做 對外國和一般國家的人 沒什麼一樣 是不是比較有教養 是比較守規矩 所以我們在日本人的概念 他們好像是 數值比較高的那一群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圖 就是要跟大家說 國家的概念 和那個租款價 租款 那個概念 就是顯示在這張圖裡面 所以我們這樣跟大家分析 你就比較有概念 那時候 在日本時代 實證40年 台灣博然會 那時候請問一下 台灣的租款價是什麼人 就是天皇 集結起來 就是天皇 那天皇 加上面這個皇冠 加上去 所以天皇有沒有權威 有 所以天皇他身上 還有一種叫做 saventy 就是租款 所以租款在天皇的身上 所以 我們 民政府在說 台灣的地位 簡單說 就是四字嘛 集結 美責 對不對 集結 這樣 這樣說清楚了嗎 這樣清楚了 好 大家介紹 萬國公法裡面 他這樣寫 像不可 负款 就是 honey 那就是 代表 國家的 人 最高的 beh sovereignty 有士 就是有一個 旅 可以 最高權的 菜 所以 士 蒻 其實就是 政治 上的 一種 这种权威 那就是sovereignty 这个权威如果放在天皇的身上 天皇他就是sovereign 就是这个国家的代表 这是万国共和国的概念 所以我们就要跟大家说 实在上实行在现实面来看的时候 我们来看大日本国的现法 如何来看日本的现法 来看一看 因为大日本国的现法第三条 the empire is sacred and inviolable 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跟这个有同一样 这个台上有一句话 有一句话 用英语下来叫做 there is no power on earth to be compared to him 世界上没有更具有权力的人 可以跟他相比的 因为他就是租款家 以及最高的权威 第四条 the empire is the head of the empire 天皇就是这个empire的头 天皇就是这个empire的头 有没有 combining in himself the rights of sovereignty 有没有 在天皇的身上 有主权上面的 集结很多主权上面的权力 都集结在天皇的身上 这样 日本国的现法 有没有提显 万国共和内内的概念 有啊 完全同样 所以 天皇 是不是大日本国 所有人民的代表 是 所有内内的 这些土地 所有款 是对我 可以出门的 是什么 也是天皇 也是天皇 所以 台湾日俗的意思 这样有清楚 就是称于日本天皇 天皇 他的exercise exercise 这个saventy的right 根据 这个 憲法 可以行使主权的管理 但是呢 时间 来到 一九四一年 十二月七七 日本活动 太平洋战争 攻打 美国的真主港 啊 美国 对日本选战 美国对日本选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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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 二十世界的人的战争 改变了 我们台湾人的妙恩 也改变了 大日本帝国的妙恩 来看 那时间来到 一九四五年 到月初日 天皇 下诏书 无条件 投降 欸 在这里有感觉奇怪嗎 是哪是天皇 下诏书 投降 不是日本的修书 投降 有感觉 有感觉奇怪嗎 以前的修书 还有这个问题吗 有什么 因为在万国共和里面 选战 继续战争 继续战争 这件事 都是主权 才可以做的 所以主权者才可以 才可以做的 所以 当然是日本天皇 选战 当然是日本天皇 继续战争 这样可以知道 这样可以理解吗 因为那时候 就是民队国 它 它是帝制国家 所以 天皇 才能够发动战争 战争的权力 是属于 主权者 的 就是天皇 好 好 所以 1945年 九月切姿 日本 在密书理舰 簽投降书 所以 麦克阿瑟 一般命令第一号 发布 台湾 叫金国家 来 接收 日本军的 投降 这天开始 台湾的名文 就参形了变化 一般 有为什麽呢 因为 钦克阿瑟 在这个投降典里 他向你说 台湾光复 意思的是 台湾变 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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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国的 钦克阿瑟 它 这样宣称 但这件就是 是正確的還是不對的 這件事是不對的 但是他這個不對的 一直延遭到今天 所以我們台灣人 只會一直陷在政治內域裡面 所以 他就是違反國際法例 美國 他占領日本 他並沒有像日本 跟他說日本 日本官戶馬 沒有嘛 美國有像日本 變成美國的一支 沒有啊 也沒有像日本的一支 變成美國的一支 對不對 為什麼中外交 他會這樣說 台灣官戶 所以他就知道說 中國人跟美國人 最早就差在這裡 就差在這裡 差那麼多 因為中外交的這個舉動 讓我們台灣人 苦難的日子 為1945年的10月25號 一直到今天 這個 大家解釋一下 1945年 9月7日 開始 台灣由10月25日開始 10月25日這天 在國際法律裡面 這天 他真正意義叫什麼 台灣文憲 這不是國際法律的用語 國際法律的用語叫做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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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自己有來嗎 沒有 他叫什麼人來 真正正 他叫真正正 所以 10月25日這天 就是台灣的軍事佔領 會開始的一天 所以這天的改稅 你如果正確 後面 在改稅台灣 你就會比較順 這天 你如果改稅 沒有正確 你後面 在說 就當頭洗歪 來 國際法律 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叫做 占領 無遺傳租款 我們初期班 也太過了 在領不遺傳租權 他 英語就是這個 Occupation does not transfer sovereignty Saventity 就是 在天皇 身屋頂的那個Saventity 那並無遺傳 但是Saventity 也能表現很多種 行政 律法 司法 Saventity 也產生一些 管理 power 所以 那是Saventity 所言聲出來的 管理 可以放棄嗎 可以放棄 但是Saventity 本身 在政經裡面 會有一傳 沒有 不會一傳 所以 租款的本身 跟租款 所有三性的管理 這是不一樣的概念 不一樣的概念 來 所以 我要跟你說 那天 10月25 1945年 10月25 這天 為什麼美國要實行軍事占領 在國際法例裡面 軍事什麼 到底 那個概念是什麼 其實這都是戰爭的手段 都是戰爭的手段 戰爭是一種手段 他軍事占領 military occupation conference upon the invading force the means of exercising control over the period of occupation 意思是說 一個 外國軍隊 在台灣之後 他用軍事占領 軍事占領 這個大紀元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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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占領 他是用軍事的型態 所以我們才有一個叫做 軍事政府嘛 對不對 那必須有跟你說 我們的頂頭上司 是什麼人 不是 我們台灣民進府的頂頭上司 是什麼人 美國軍事政府 所以 軍事政府 就是在 佔領期間 要實行對佔領地的 一種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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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一種控制 那是一種控制 來 他達成了 transfer the sovereignty to the occupant 佔領本身 沒有像佔領地的主權 他全給這個佔領軍 這是國際法的 的對立 所以 你要想 1945年 10月25 就來台灣 接受 日本軍的導航 前往開始 在台灣 軍事占領 請問 台灣在那天 有將台灣的主權 移轉去 中華民國 沒有 沒有 所以 為這個動力 這樣就清楚了 所以 但是 沒有移轉主權 但是 你就發言說 奇怪 台灣的軍事占領 那時候 擦機 擦什麼機 中華民國機 擦 擦中華民國機 這件事 是不是移轉主權 不是 他只是給他移轉 控制權 在這裡 但是 但是 but it's simply the authority all power to exercise some of the rights of sovereignty 有沒有移轉 統治的權威 有沒有移轉 有 還有主權上的 一些管理 有移轉嗎 有 移轉去 移轉去 中華民國 這個政界就 所以政界就 他們接好 就在我們這裡 出錢 都要受它控制 那 如果 朝夕分 朝夕那個 失焉嘛 他要把你查進 對不對 不知道 發生228事變 查進 失焉 起衝突 後來爆發228事變 所以 現在 他來台灣 他有 跟我們 他有 管轄權 有 日本的 大日本的 國的管轄權 移轉去 中華民國 那是管轄權 那不是 租款的 本身 這意思是說 所有的款 沒有移轉 但是使用款 有移轉嗎 有啊 使用款的移轉 本來是本來 使用台灣 中華民國 使用台灣 台灣民國 有擁有台灣嗎 沒有 那是沒有擁有台灣 這是軍事 選領的本件 軍事選領的目的 是 什麼 戰勝者 打贏的 那個美國 他要來施行軍事佔領 其實 the exercise of this right results from established power of occupants 他就是要在台灣 要建立一個 控制的權 的一個權威出來 這個權威 為什麼要建立這個軍事佔領 因為軍事佔領 你看 是不是228事變 這裏 這個軍事處 David 這個軍事佔中 一些反叛軍 繼續汽車炸彈 到處突襲美國大兵 美國大兵會怎樣 會消滅他們 他會消滅他們 所以軍事政府 他就是要將局勢控制下來 因為這控制下來之後 就是要將軍事戰領 可以結束 你如果動盪不安 這個軍事就是繼續 直到有一天能夠平定為止 因為這個安全 如果是對一般的平民百姓 是很重要 對這個佔領軍 這個佔領地也很重要 不然他就不是 就是叫人 汽車炸彈 叫人攻擊 這樣 他的代價會太高 所以 戰爭之後 立美人的國家 戰爭之後 其實戰爭都是一種 戰死的狀態 只要被佔領者 被打敗的人 他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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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這個秩序穩定下來 其實佔領軍 很快就會結束 很快就會結束 好 所以 你如果要用這個 戰爭的形態 來想 一百九五年 一百九五年 一百九五年進行 是不是發行 中日交五戰爭 對不對 交五戰爭之後 台灣是不是 擱讓 透過馬關條約 擱讓 這個 大日本帝國的 天皇 天皇 是不是派 總督 來台灣接收 海南傳 台灣 最高 行政 行政 機構 是什麼 總督 不是 帝叔 總督 其實 如果 他問國共和 建政法 他的概念 其實他就是一種 軍事總督 其實就是一種 軍事 簽名的形態 就是軍事政府 所以 立安傳有發現嗎 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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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控了台灣的 行政 立法 司法 三個管理 他都落著了 這就是 軍事簽名的分子 立安傳台灣人 沒有了解 就 去讓一些中國人 跟他陷動 起來跟日本軍對抗 有沒有 所以 日本軍 在台灣 差不多開 10年 20年的時間 都在跟台灣的 反抗 反抗人士 在戰鬥 最後 日本 最後 日本總督 把整個台灣 都征服起來了 社會都平定下來了 社會都平定下來了 一直到1945年的4月1號 所有台灣人 套過華民化 之後 已經 臣服於日本了 也跟日本也是一樣的文化系統了 這時候 天宏就讓台灣實施憲法 台灣人 那時候 就變成什麼人 就變成什麼人 大日本的公民 就變成大日本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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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歷史事實 你把它套入建政法 跟萬國共和國的概念 你就這樣 不難發現 大日本的大國 取得台灣 那時候 它會怎麼經營 跟美國 在伊拉克 它會怎麼處理 你又看到台灣 美國打敗 日本 在我們台灣怎麼處理 台灣民國 它的新聞是什麼 這樣你就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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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佔領的不遺傳主權 It is therefore unlawful for the religion occupant to annex occupied territory or create a new state 沒有告訴我 政政法裡面這樣說 佔領者 如果 如果 把這個佔領地 變成自己的 變成自己的領土 這件事 是不合法的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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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現在只有宣稱 台灣官府 這件事 合不合法 不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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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會不會有結果 沒有結果 所以 全世界 是不合法的 都沒有信任 中華民國 擁有台灣 都像台灣的 一些力量的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就是台灣 才奇怪 啊 再來 在 佔領者 不可以在佔領地 成立新的國家 所以 美國千九代 萬九代 台灣可不可以獨立 你獨立就變成一個新國家嘛 這對美國來說 美國 他如果 他如果 黨議要給你做 美國 有違反國際法嗎 有啊 他就違反國際法啦 所以 美國千九代 萬九代 甚至 你威嚇 你台獨代表 戰爭 他就是要怎樣 他就是要合法 他要合國際法 他要合建政法 美國是一個 所有的國家啦 其實所有的國家 在國際上 在做事情 他都要符合 國際法 他如果沒有符合國際法 總有一天 他就會吃虧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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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自己受到傷害啦 啊 所以 要跟大家說 欸 為什麼萬國共法 要這樣規定 要這樣規定說 為什麼你佔領者 不能把佔領地 變成自己的領土 為什麼 這是萬國共法 裡面 有一個概念 你要想這個 以前的蒙古 蒙古 成績施案 忽必烈 他是不是 國力非常強大 四處爭逃 他是不是很多地方 包括歐洲很多國家 都變成他的領土 有沒有 你知道嗎 但是 這件事 這件事 就是 埋下將來 跟他 戰爭 內部發生戰爭 的這個 種子 所以 原草有沒有瓦解 有 瓦解了啊 喔 意思是說 你如果把佔領的土地 變成自己的 啊 本來你是在跟他建徵 啊 本來你們兩個就是敵對 啊 結果你把敵人 放在你自己的瓦解裡面 啊 這個敵人 怎麼不在 怎麼有可能在那些瓦解裡面 乖乖 不好 他會繼續跟他對空啊 對不對 所以 這麼多無遺傳出權 他真的目的 就是這個主權者 我美國總統 在我的思考就是 我不會讓我的美國 再陷入 再一次戰爭的那種風險 所以不能把別人的土地變成自己的 這個意思就是這樣 這個經驗在歐洲已經發生太多的案例了 所以他們在歐洲裡面才會發明出來說 萬國共法裡面 你就是不能把別人的土地 因為你政經政府之後 把別人的土地變成自己的土地 你把別人的土地變成自己的土地之後 你是不是要把別人的土地變成自己的人民 你會把別人的土地變成這樣 你就把一個 你就身上就懷著炸彈 對不對 你是不是把炸彈放在自己的身上 這樣是危險的 所以不可以這樣做 所以他才會跟你說 萬國共和政府說這樣不行 但是真正的理由 其實有一部分是這個 好 我們來看看 那美國民主政府 跟台灣民進府的本質是什麼 its character is the same and the source of its authority the same 美國民主政府跟台灣民進府的本質其實都一樣 本質都一樣 拉以外也都一樣 美國民主政府跟台灣民進府的這個 權力來源都會有什麼人來的 美國總統 都來自主權者啦 都是來自主權者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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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軍事政府 他們在我們這裡 或是說台灣民進府 在台灣將來要執政 這個來源都是什麼 都是美國總統給你的管理 美國總統給你的管理 給你這麼穩重 這個穩重的合法性是怎麼來 就是根據建政法來 就是根據建政法來 所以不要忘了 我們的權力來源 不是因為選舉 我們的權力來源 是來自於哪裡 美國軍政府 美國軍政府的權力來源 是來自於哪裡 美國總統 沒錯 因為 為什麼有軍事政府 就是因為有建政 建政的管理是什麼人的 總統的 就是那個國家的主權者的 所以這個建政就是 主權者就是 行政部門 行政權 一脈相承下來的 這樣可以理解 所以民主黨跟我們說 台灣民進府執政之後 台灣沒有選舉 你不要 不要覺得太奇怪 你如果選舉到實驗 你會覺得說 這樣好像不符合 民主程序喔 但是咧 我們要知道 我們要知道 國政法的法律啊 所以我們的權力來源 不是選舉 是我們在執政之後 我們讓台灣的 這個社會 都平常 都理解 都知道這個國政法律啊 這個時候 我們才開始有選舉 所以秘書長 他在說的 那個 就是在這裡 所以我們 不是那一個 已經是正式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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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 選舉的 所產生的 政府的型態啊 不是喔 那不是那種型態喔 所以在外面的人 在說 你們台灣的民政 政府 不按照民主程序 產生領導人 喔 那就是 沒有了解 國政法 沒有了解 政法的人 所以說的 會外行為啦 喔 這樣喔 要了解喔 好 那就是 你 你跟我們 接聽後 第二天 他 他請四孔年 一月十二號 他透過 一道行政命令 將台灣人 的這個 國政 喔 他改造 中國民國的國政 這件事 到一九四五年 十月二十五號 他宣稱台灣光復 那件事 一樣的概念 他都是 遺傳台灣的租款 喔 所以 遺傳這些租款 會有 會申請法律上的 真正的效果嗎 不會 不會有效果 如果有效果 你現在 撒他的 Passport 出在外國 喔 人的信心理 但是你撒那頂子 沒有人要信心 喔 來 最簡單的一個呢 你去中國 你敢不敢殺 你敢不敢殺 台灣民國發給你的 護照 直接入境 不行 啊 你要殺什麼叫人入境 台胞政 請問一下 台胞政是什麼人發的 對面發的啊 不是台灣民國發的啊 不是台灣民國發的啊 你不覺得很奇怪 啊 台胞政的意思是怎樣 他們的概念是怎樣 台胞政意思是說 我中國政府 發給我在台灣 住在那裡的同胞 來我中國 往來的一個 旅行政見 啊 所以 台胞的意思是什麼 是台灣人的中國人 是中國人喔 台胞政 台胞政 在中國的眼光裡面 你們是什麼人 是中國人喔 是我中國的同胞 住在台灣喔 住在台灣喔 但是沒有我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公民的身分的人喔 那是我的 以前我的子民啊 我說這件事 如果要去 如果要去中國的話 你還 你還繼續要拿 台胞政 你將來的 結果會怎麼樣 你會變中國人喔 你會變成中國人喔 喔 喔 好啊 啊這 民進黨的 福利保的主任 既然港的 周邊組織 要參加會議 殺這個 中國民國的護照 去 人家不要給你 人家說 這張不行了 這張什麼 這張不是 主管國家發的護照 不是 這張就是 李王政府發出來的 旅行政見 他不是主權國家 喔 的那個 身分啊 所以 人家就不可以去啊 人家不可以去啊 所以 如果 這個怎麼會通 這樣應該就會通嘛 如果這個怎麼會通 特別有這張嘛 對不對 喔 啊 如果 這個怎麼會通 我們 我們的留學生 去得國 法國 都不給人 沒錢 對不對 人家不承認 你有台灣國籍啊 對不對 喔 所以 我們 我們來看 我們的身分 我們的政治煉獄 就是 為 1945年的 10月25 開始 你看看 我們遭受這麼多的折磨啊 啊 所以 我們本來是大日本折磨嘛 但是 為什麼我們現在跟日本 它也沒有什麼關聯 跟現在的 日本國政府好像沒什麼關聯啊 它好像把我們當作另外 另外另外一國啊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這樣 因為日本國改憲法 日本國改憲法 但是 雖然說 日本國改憲法 讓日本天皇 無法過問國事 但是 日本天皇 他是不是 還是所有這些 日本人的 這個主權者 還是喔 你看他們的新的日本國憲法 第一條 你看喔 The ample shall be the symbol of the state 喔 日本天皇 就是 國家的 象徵嘛 啊 跟我們剛才 這個 這個 有一樣嗎 一樣喔 新的 日本國憲法 也是這樣喔 一樣喔 日本天皇 也是國家的象徵喔 好 來 再看看喔 日本天皇 也是 啊 and of the unity of the people 欸 也是人民的 人民的 集結啊 跟剛才那個 那個主權者的信徒裡面 都是 叫每個人 組成起來的嘛 對不對 喔 deriving his position from the will of the people 欸 所以 日本天皇 那個地位 是集結人民 和人民的意志所產生出來的嘛 所以 日本天皇 又是日本的主權者 這件事情有沒有改變 沒有 沒有改變 但是 在這裡 with whom resize sovereign power 結果 日本天皇的sovereign power 有沒有在日本天皇的心上 沒有 現在 sovereign power 放在什麼人 放在人民的心上 啊 人民 高度 人民高度 人民高度 執行國勢 不到 要什麼叫我的執行國勢 政府 對 要造成政府 所以 日本高 現在的政府 就是人民選舉 所產生的政府嘛 喔 所以 天皇 沒有sovereign power 但是 天皇 也是 這個日本的sovereign 對不對 也是那個主權者嘛 這樣 道理就會通啊 喔 那一樣啊 道理也會通啊 好 算下去 我們就來看 欸 既然 戰爭 戰爭到戰爭了後 日本天皇都代表 就是日本的主權者 這樣 日本天皇 在戰爭進前 是不是我們台灣人的主權者 是不是我們戰爭後 我們台灣人的主權者 是啊 啊 為什麼現在的日本國 跟我們什麼 好像沒有什麼關係 主要就是這個 古今山和平條約 第一條 米 The air-right powers recognize the full sovereignty of the Japanese people over Japan and its territory 這個 所以 連所有的盟軍 承認 喔 日本人民 才有主權的權利 啊 對於日本的 跟日本的領土 有主權的權利 啊 日本天皇 有好多貫嗎 沒有好多貫 但是 摔下去了喔 第二條 第二條米 啊 日本 Ren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and Pescatoris 重點就是在這裡 欸 日本所造成的政府 如果 他還沒 簽古今山和平條約的時候 按照法例來分析 那個 新的政府 是不是可以通締我們台灣 可以喔 對不對 啊 但是那時候我們台灣 是有軍事占領嘛 他的通締款 暫時被 軍事政府 排除嘛 但是 他相信之後 盟軍在古今山和平條約第一條 還把他相信 相信 你有全部的管理 所以 那時候 成立出來的日本 國 還不簽古今山和平條約 他的新的憲法裡面 照理說 台灣 也是日本國的 那個主權範圍嘛 但是 在第二條 第二條米 啊 日本 國政府 放棄了 喔 怎麼放棄了 所以 變成說 現在的 日本國政府 跟我們台灣 是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他放棄了 但是 日本國政府 敢自從台灣的 領土的所有貨物 把它放撞 沒有嘛 因為我們剛才說嘛 主權借的 又是什麼啦 天皇啊 那 人民 只是拿到什麼 Suffering Power 他只是殺到 主權人民的管理而已 啊 日本國政府 這個主權管理 他把他放棄嘛 所以他放棄什麼管理 放棄這三種管理啊 主權上面的三種管理 Write Title Claim 就 FORMOSA 跟 這個 平和 這樣 分析起來 我們是不是知道 啊 日俗美戰 是不是更具體了 啊 啊 知道說 啊 我們是因為去日本國 把我們放棄 但是 台灣的這個所有權 並沒有放棄嘛 所以在現在這個全世界裡面 所以 敢有人信任 中華民國 擁有台灣的領土 敢有人信任 中華人民共和國 擁有台灣的領土 都沒有嘛 都沒有嘛 道理就是在這裡啊 齁 所以這啦 買國這個法 他們這些 的人 都看有 啊 他們那在執行 國家大事的那個頭人 每一個國家那個頭人 他們有清楚嗎 他們非常清楚 好啊 所以 這樣分析過來 為什麼我們台灣人 會陷入政治戀獄呢 齁 我們總結起來 就是這樣子 我們的 我們的國際 因為我們現在的國際地位 就是這種改稅 第一 我們沒有代表台灣人的政府 台灣民國 那不是我們的政府 不是 他是一個 軍事政府 他是一個 外來的 強力 強壓在我們身上的政府 他是一個 外來自入的政府 他是一個 軍事政府的 占領的型態 所以 他不是我們 台灣人的政府 這件事 可以確定嘛 齁 來 因為沒有政府 所以台灣人 你有國籍嗎 沒有國籍 本來我們應該有國籍 所以讓 日本政府把我們 放棄去了嘛 所以放棄了 我們就變成 又沒有自己的政府 又被人家放棄 所以我們有沒有國籍 目前就沒有國籍 啊 在這裡 國金山和平台 第二條 我們去放棄後 有說 我們要交給什麼人 沒有 沒有 所以我們的未來 有決定 沒有 我們未來沒有決定 再來一點 欸 我們現在說 台灣的又是 美國軍事在哪裡 欸 這個概念 你要怎麼連結 這個概念 你要怎麼連結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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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美國 美國政府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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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要怎麼改的時候 當然台灣有很多政治人物 我們來看這些新聞片段 什麼人在為台灣識相 這個 蔡英文 2021年 他在高雄的勞工運動公園裡面 他要選擁榜中華民國的總統的時候 他說這幾句話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請問這個公法 這個論述 真的是為台灣 還是害台灣 這是害台灣喔 你把台灣的地位沒有弄清楚 你本來是被佔領者 你怎麼會變成佔領者的身份 這根本沒辦法到這會 這沒辦法到這會 再來 那是2011年 最近這國會的事情 你去美國後面之後 後面之前的人是不是一直問他 你對台灣的現狀的解釋是什麼 你堅不堅持一種原則 你是不是承認九二共識 是不是人一直給他 他回來之後 這個港外的新聞 他就說 他對於現狀的定義 提出兩個基礎 三個維持 在這裡 一共的現狀 在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下 在兩岸二十多年來協商與交流的成果基礎上 維持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擁有的自由民主現狀 區域和 區域和平安全的現狀 以及兩岸關係穩定與發展關係上的現狀 問一下 Она這樣說 你 Anat偉ían在說什麼 這樣這樣啥到國安後的問題嗎 沒辦法 但是他有覺得 重點嗎 在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下 получる 一直給他 敖說 你的現狀是什麼 所以蔡英文他能夠代表著 這種腦子裡面的那種現狀的解釋 他是站在誰的立場在解釋 對 沒錯 就是中國人 而且是流亡的中國人的立場 在解釋台灣的現狀 跟我們按照戰爭法 來解釋本土地人的現狀 有一樣嗎 完全不一樣 對不對 完全不一樣 那這樣能夠將台灣脫離政治戀獄 不可能嘛 你會讓一個流亡政府代理美國軍事佔領的佔領者 外來的佔領者持續佔領台灣啊 對不對 我們台灣人會出發 我們台灣人會用小別 我們台灣人會用小別 所以 所以 為台灣的 為台灣的設想 現在就是跟台灣民進府而已 我們台灣民進府要走的路 就是這條 台灣的國際地位 政 上 化 正常化就好啊 你就回到那個戰爭的 戰後的那個狀態嘛 從那邊你就一直走過來 我們就要解脫政治戀獄了 你如果不從那邊走過來 你要像蔡英文這樣 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 你台灣人永遠沒有出發 永遠陷入政治戀獄 你沒有國際這件事情會不會解決 不會解決啊 你拿著那個流亡政府的護照 去參加國際組織 你上得了會議桌嗎 還是上不了會議桌啊 對不對 所以 所以 為台灣人民在打招的人 什麼啦 台灣民進府 也就是我們在座的國位 所以 我們去 各美國 第二次各美國 今年二月二月八 再各一次美國 三月十二 去美國的國家聚集會 俱樂部 去說明 各所的那個內容 我們一部一部 都在向國際 在改正 在發聲 在跟所有人說清楚 到底 台灣的真正的地位是什麼 還有很多人知道 在美國開之後 我們再去 我們上面 我們再去日本 開一個宴會 一樣 要跟日本人說清楚 所以 還有 我們很多新聞 在街頭行為 各大路口 牛捕機子 插機子 在給所有的台灣人民在看 看說 欸 有一個叫做台灣民進府 對啊 給大家有一個印象 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台灣民進府之後 上網搜尋一下 看一個台灣民進府裡面 以後的文章 到底在跟大家說什麼 什麼 這是台灣政客的路 我們 我們 抖六郡 辦公室 掛牌 這個 部長 也有給我們看 也有給我們看 就是 我們不斷 在 推動台灣國際地位 正常化的時候 我們人 也有 去國際也有 在我們地方也有辦公室 辦公室之後 我們去跟所有的人民再說 像 這個 這個位 我們還有在那個 台南市 還有去那個 冠軍 去 遊行 好 最近 六個十五 六個十六 我們又 看報紙 所有的台灣人知道 我們有這麼多辦公室 希望大家 來多多 跟我們接觸 我們也要多跟其他的民眾 接觸 跟他們 介紹 更多 台灣的真實面貌 所以 按照 蔡英文 他們一種 台灣現狀的解釋 怎麼改變 台灣的問題 很複雜 留給下一代解決 就好了 靠 這個 美國 黑人 人權 鬥士 馬丁路德軍人 他這樣說 改變 改變 不是必然會發生 改變 不是必然會發生 不是必然會發生 改變 comes through continuous struggle 是要不斷的 奮鬥 才會造成改變 你看看 我們大熱天 去台南市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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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 Continuous Continuous struggle 對不對 And so We must strengthen our backs and work for our freedom 我們要為台灣人的自由 因為台灣現在去往前面 我們沒有完全的自由 我們要為我們的自由混亂 所以我們要把我們的腰桿挺直 對不對 挺直 挺直 我們腰桿 A man can't ride you unless your back is bent 別人沒辦法站在你的頭上 沒辦法把你當作買來騎 但是你如果要阿羅讓騎 你就讓騎去你了 你如果要繼續用中國民間的憲法 有實行在我們台灣人身上 我們老人就是阿羅讓騎 就是阿羅讓騎 所以蔡英文的那種說法 完全不能幫助台灣 完全不能幫助台灣 他只是要再繼續繼承 中華民國這個流亡政府 的那個位置而已嘛 我們知道嗎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終究有一天 他會離開台灣 因為按照國際法例 你怎麼會被證明 就要我來援救 不會我來援救 但是只要被佔領者 知道國際法是怎麼運作的 我們就可以很快結束軍事佔領 對不對 DV我們不知道嘛 DV我們不知道嘛 好 所以 台灣的現狀 我們再說一下 就是要把這四個董事者 的關係 稍微再說一下 我們剛才已經有說到嘛 古今山和平條約 日本放棄嘛 美國是主要佔領全國嘛 對不對 這是代理美國軍事佔領嘛 我們是被佔領者嘛 我們被佔領者 以前我們有沒有 我們有沒有成立自己的政府 沒有嘛 所以我們透過美國軍事政府的力量 那 產生了一個代表台灣人的民事政府出來 那 這個民事政府出來 將來 就是要接掌管理台灣人的政權 所以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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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的董事者 他的概念 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 我們輕鬆一下 剛才說的那個 議題是過的 現在我們大家來輕鬆一下 這是在網路裡面 有一個 很特別的 他推特的推文 他這個 推特的 他的議題叫做這個 What color is this dress? 這層 牛棕啊 是什麼色的 看看 來 你看一下 這層 這層 是 blue and black 藍底 黑條紋 還是 white and gold 白底 金條紋 你看到blue and black 你拿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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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white and gold 你拿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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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 一項東西 哪有出現兩種不同 結果 那很醋味 對啊 很醋味 對啊 所以 這個現象 不用 帶這個立體 什麼 什麼 台灣人 這個國際 是什麼 台灣人 中華民國 會拿手 啊 台灣國 會拿手 無國際 會拿手 無國際 嘛 對啊 所以 在外面的人 看自己 也有不同的答案 對不對 啊 這要讓大家 受課一個 這個問題 就是這個 為什麼 為什麼 一樣 什麼 大家看的 顏色也不一樣 當然 那跟我們的眼睛 視網膜裡面 DNA結構 沒什麼一樣 有關係 但是不代表說 你看到blue and black 的人 是比 看到white and gold 的人 的眼睛 比較健康 不是這個意思 喔 那是因為每個人 對於顏色的感知 沒什麼一樣 那是這種感覺 感知 喔 那會受到一些 外在的光線的影響 你會看沒有關係 啊 這個度 就是要 就是那個道理 喔 你看喔 這個 看這個喔 這裡有一個B方塊 這裡有一個A方塊 A跟B有同色 沒有同色 沒有同色嘛 那同色的牙手 這個啊 A跟B 有同色嗎 沒有同色嗎 還是有同色 沒有同色嗎 好 你看這個就好了 沒有同色嗎 這樣看 沒有同色了 啊 這個度 跟這個度 其實都一樣 有同色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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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等於這兩條線的顏色 B也等於這兩條線的顏色 所以 按照邏輯嘛 A等於C C等於B 所以A等於B嘛 對啊 那是怎樣 A跟B有同色嗎 有 有 同色的牙手 沒有同色的牙手 對 沒有同色的是怎樣 你會覺得沒有同色 剛才不是說啊 A等於C 等於B嘛 所以A等於B啊 那是怎樣 邏輯上已經告訴你 他們兩個已經是相等了 但是你還是舉手說 他們兩個沒有同色啊 為什麼 感覺嘛 感覺嘛 你用感覺判斷這件事情 不是用我剛剛的邏輯 判斷這件事情嘛 對不對 啊 所以 這就是要說 你啦 我譬如 因為中華民國 站在台灣 他敢實施愚民政策的教育 讓你無法受課 讓你無法了解國際法律 你知道 他就好像這一個圓柱形 在台灣人的身 在台灣人的天空上面 照著一個陰影 台灣人在陰影底下過日子 所以台灣人會發現 我跟日本是不一樣的 對不對 啊 但是 我如果 台灣民政府 把 國際法 戰爭法 國際管理法 這個 法理的概念 把他放在旁邊 幫助你輔助 在這個陰影底下生活的台灣民眾 來辨識我們跟日本 其實我們是一樣的 對不對 對啊 所以 邏輯上 已經告訴你 我們跟他是一樣的嘛 都是屬於日本天王的一份子嘛 對不對 所以 這一個 烏雲照點 這個中華民國的因素 就是 讓我們 沒有辦法 看清 事實的 那一個 最大阻礙者 對不對 所以你要用感覚 就好像你在外面看嘛 外面擦 中華民國國旗 沒有了解 國際法律的人 會認為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的土地 對不對 對啊 但是 是屬於上 法律上 不是這樣 不是啊 所以這個 法理重不重要 重要啊 好 所以 我們要來 診斷 這個 台灣的現狀 我們要專業的診斷 做醫生嘛 做醫生 做醫生 就是拿一個聽診器 這樣聽一聽 掛聽診器的人 聽一聽 他不是醫生 不一定 聽 他不一定 但是 真的醫生 他掛聽診器 他給你聽聽之後 他是用什麼 來給你做判斷 專業嘛 他是用醫學的專業背景嘛 如果我們也是醫生 我們要來診斷台灣的病症 要用這個 我們要用這個 我們要有什麼專業 才能夠去診斷台灣的病症 我們要收拾台灣的病症 台灣的病症 我 為人生 美國的病症 人權宣言 sí 美國的營戰手冊 27-1 美国的战地手册 其实它都是集结 所有的万国公法 战争法 人群公约 日内的公约 所有的国际惯例法 它都把它集结在一个册子里面 美国大兵跟美国的这些军官 去战争的时候 进入占领地的时候 战警的时候 他应该要做什么事情 他才不会犯了战争罪 他才不会违反国家法 犯了战争罪 人家 再来 在美国的叛律里面 可以找得到 美国司法院 怎么来解释 一些战争底下的一些行为 战争底下所产生的一些结果 国际的惯例法 这都可以去参考 当然 这个体系是比较庞大 那我以我个人的经验 我是建议 你可以先从日内老公约 有关于战领的那一部分 先看 人权宣言 大概就是那一条 大概就是那一条 每个人都应该 都应该有一个国籍 大概就是那条 这个就里面有讲到军事政府 军事占领 它是怎么一回事 这里面就能够讲到 你把这些具备之后 你就能够更清楚 更清晰 来解释台湾的地位 所以 这个议题 要跟大家讲 我们刚才有讲 台湾是美国的军事占领地 台湾是美国的军事占领地 这样推演过来 但是 有没有一些激政 可以让我们感觉得到 台湾真的是美国的军事占领地 来啊 这个 这今年是一个美国的大黄蜂F-18 降落在台南空军基地 这件事 如果如果是外面一般的军事占领地 就是感觉说美国的军事占领地 就这样子而已啊 但是台湾民政委成员 我们要有不一样的见解 待会跟大家讲 还有一个 1996年 阿伟伯伯在选 中安民国立方政委名选总统 让中国 射了飞弹 一颗在台湾 台湾头 一颗在台湾尾 射飞弹 那这个飞弹 射出的 美国怎样 美国政府 美国总统 下令 第七舰队 两架 航空母舰 来台湾 你会看法怎样 是怎样是美国的 为什么是美国的 Because 是美国的 是美国的 为什么不是外国的 为什么不是外国 为什么不是 香港人 为什么不是 香港人 为什么不是 英国 为什么不是 為什麼不是其他國家 為什麼就只有美國 為什麼只有美國的飛機 戰鬥機可以降落台灣 為什麼不是菲律賓 菲律賓可以這樣降落嗎 韓戰爆發 1950年 6月27號 美國杜魯門總統 他做了一個聲明 他的聲明是這樣 因為 韓戰爆發 杜魯門的總統 非常擔心 共產黨 會越過台灣海峽 來 走來台灣 跟台灣占領 他很煩惱 所以他就下令 第七艦隊 來台灣 避免台灣 遭受共產黨的攻擊 同時 他也 要求 I am calling up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n Formosa 那就是一個政府 很快就 蔣介石的 Chinese government On Formosa to seize all all air and sea operation against the mainland 叫蔣介石 這個中國政府 在台灣 不可以對 中國大陸 發動攻擊 對不對 所以他派 地區艦隊 來台灣巡防 一個任務 就是避免共產黨 打到台灣 另外一個任務 就是 叫蔣介石 不可以打到 中國大陸對岸去嘛 為什麼 為什麼是美國 總統可以下令 第七艦隊來台灣 這就是台灣 就是美國的 軍事佔領地 所以美國總統 下令就好了 為什麼 因為軍事佔領地 他還是戰爭的 那個權利嘛 戰爭權利是屬於誰 總統啊 就是屬於總統啊 所以 他在這裡 在國金山和平條約裡面 那23條 這裡面 跟美國 在這個日出世界大戰 對日本的這個新聞 他特別 還要強調一遍 就是這個新聞 A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s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喔 在後面就 今天大家 不知道 還要把你修得清楚 我美港 就是在這個 美日戰爭裡面 我就是主要的 佔領全國啦 我是主要的 啊 我如果 看國不得到的 我可以叫白人去嗎 我可以叫白人去啊 因為我是主要的嘛 所有的管理都在我心上啊 所以我可以做這個管理 叫人給我代理嘛 這就是 古金山的民族代表 第七艦隊 1950年 1996年 還有最近的 2015年 佛林基降落在台灣 這些意識都一樣 都是一樣一個意義 就是這個意義 航母 跟F-48 意義就是在這裡 對 台灣有沒有屬於 ROC 不是啦 如果是屬於ROC 美國跟我的清清拆拆派軍隊來 不會啦 是不是屬於PRC 也不是嘛 我們清清拆拆 清清拆拆一個軍隊來 你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領土 你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如何 會跑回來啊對不對 會向我建進啊嘛 所以 台灣 不屬於ROC 也不屬於PRC 啊 台灣是 每日戰爭下來的軍事佔領地 誰的佔領地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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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 還有另外一層意義 台灣 不是一個 主權 獨立的 國家 所以 人的軍隊 要怎麼來 就怎麼來 不用經過你的同意 因為你是 戰敗的 被佔領者 所以 你是不是一個 主權獨立國家 都不是 所以 這個 美國 航空母艦 跟F-18 所代表的意義 就是在這裡 來 接著去 要跟大家說 外面的人 在跟我們說 沒有看美軍啊 沒有像伊拉克 美國佔領伊拉克 美國大兵 坐航空車 在那邊 射一支機槍 一個船 沒有嘛 沒有那種場景嘛 所以 他認為說 那個場景就是軍事佔領 但是 真的在國際法 建政法裡面 軍事占領 那不是要那種場景 才是軍事佔領 不是 在軍事占領的有效性 它是這樣 It is sufficient that the occupying force can within a reasonable time send the detachment of troops to make its authority filled within the occupied district 意思完了 在沒有這麼 我只要這些合理的時間 我可以派出 我一部分的 的武力 來到這個佔領地 讓你感到說 我的權威 我的權威 讓你感到 這樣就是 減免繼續有效 佔領就持續有效 所以 你回頭 你要想 那五十八 對不對 啊 美國的一些軍機 清早要留就要留 八八風災 有沒有 直升機 要留就要留 啊 這個 韓國母艦 對不對 所以 所以 他只要派出一部分 然後再適當的司機 來就好了 這樣 他就可以 繼續 他佔領的 有效 就可以了 另外 你說 他又說 It is immaterial whether the authority of the occupant is maintained by fixed garrisons or flying columns whether by small or large forces so long as the occupation is affected 所以 不一定要 固定的駐軍 啊 還是說 要派出那種 快速部隊 來這裡 啊 不管是 大型的 還是小型的 那都沒有 沒關係 那都沒有 所以 一隻火機 就可以了 一隻火機就可以了 就是A-58 所以 在你 不一定要 有固定的駐軍 不一定要派出 派遣快速部隊 不一定是大 或小的部隊 都沒有關係 只要 剛剛前面 這一個 給你 會感到就好了 適當時機 給你 會感到就好了 還感覺到 我這個 佔領者的權威 仍然還在 這樣就是 繼續 好 啊 所以 贊名 是不是要大張旗鼓告訴你 喔 台灣 台灣 現在這就是我的 戰爭地喔 怎麼這麼說 不必 在戰爭法裡面 也不必 in a strict legal sense no proclamation of military occupation is necessary 不必 不必 美國總統 不必 不必 就表示你不知道 對不對 他們國家 是很減小 所以不必 說 但是呢 對台灣 裡面 美國會跟你說嗎 實際上 實際上 他有可能會講 但是他有可能也不會講 還是看他的需要 但實際上有可能會講 像 我們 像美國有跟我們台灣人民說 台灣是美國軍事 這麼多 有 有 有啊 在做公園啊 你們就是台灣民進府的成員啊 你們就是美國軍事政府底下的另外一個機構啊 台灣民政府啊 那你們 你們的權利的人 是不是美國總統 是不是美國啊 對啊 那你們不是 在街頭巷尾跟人家講 台灣就是美國的軍事佔領地嗎 對嘛 所以在島內 他會講 就是用什麼方式講 但是對國外 其他國家 他不會講 不需要這樣講 好 所以 怪不得記得 尼文的 ROC 代理美國 軍事 美國 美國 就是台灣的軍事佔領的主要佔領全國 對不對 他也派韓空母艦 他也派F-18 來給你看嘛 對不對 那也知道說 佔領 是不是持續有效 不用 大量駐軍嘛 對不對 只要讓你感覺到就好了 但是 那中華民國 那中華民國 他為什麼是代理美國軍 軍事佔領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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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 這個 他如果是代理美國軍事佔領 他就不是我們台灣人的政府 對不對 啊 他如果是軍事佔領 啊 ROC跟PRC 就都不擁有台灣 對不對 喔 那就清楚了嘛 喔 所以 他如果是軍事佔領 總有一天 他佔領是不是要結束 他就是要離開台灣 喔 好啊 所以我們來解釋一下 是怎麼中國民國的在台灣 來 第一 他代理美國軍事佔領的新聞 是怎麼確定的 是根據 麥克阿瑟 1945年9月2號 一般命令第一號 請問解釋 他才有主計來台灣 啊 不然 他都不用來台灣 我們跟台灣人一起慘嘛 對啊 好 那來 中國民國在台灣 他還有一個新聞 他叫做 流亡的中國民國政府 為什麼 為什麼是流亡 對嘛 原來 那個土地 已經成立一個新的政府嘛 那個政府叫什麼 中華人民共和國嘛 他一走路走出來啊 那就是一個流亡政府嘛 那是怎麼一個流亡政府 在台灣 他還可以繼續佔領台灣呢 對 啊 因為在這個時候 他直接命令嘛 但是他流亡之後 總要有個身分 讓他繼續留下來 他就叫日本 在就是在和平條約生效之後 馬上簽一個台北合約 然後 在 金門砲擊那個時候 美國又跟蔣介石 簽了一個 中美共同防疫條約 讓他繼續保有主權國家的形態 可以繼續佔領台灣 可以繼續佔領台灣 那是已經佔了 所以 雖然他流亡 但是他還可以繼續佔領 是因為美國才會簽這個 讓他留在這裡 顧台灣 顧台灣就對了 也不叫政府 也不叫政府 他叫做什麼 台灣治理 當局 叫做 Government Authority 所以 中華民國的新聞 透過我們這個黨 就很簡單 就能理解 所以不管 他是流亡政府也好 不管他是 治理當局也好 他都有一個任務叫做 代理美國軍事佔領 但是他自己本身的本質 他就是流亡政府 所以 秘書廷有說 流亡政府 有可能在 白的國家裡面 就地合華 變成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政府嗎 不行 因為你沒有擁有 當地的領土主權 所以 他的流亡的身份 就會一直流亡 除非 有一天 他回去中國 他就可以結束流亡的日子 請問一下 那一天快到了嗎 快到了 那一天快到了 那一天快到了 所以 現在的order number one 就是 麥克拉社發布的一般命令第一號 金塊州 在這裡 湘南奇村金塊州 不是 從來臺灣殲料 他還往那邊殲料 北緯十六度以北 北越 他還去北越去越南 所以 越南人很icios中國人 你知道嗎 不是 有這裡 因為 蔣介石去北越佔領的時候 他派了一個人去 那個人叫做蘆漢 他那邊的作為跟在台灣的陳疑完全一樣 燒殺 魯獵 搶奪 物資 所以五年人很刺痛的人 但是越南人比較跟台灣人親近 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越南是跟大日本帝國 是軸心國 共同在跟美國打仗 所以越南人跟日本人感情比較好 我們台灣人是什麼人 日本人 所以他跟我們比較麻 是這樣 也這樣辨別不出來 好 這個AIT的網站裡面有台灣關係法 他在這裡台灣關係法裡面 把這個1979年1月1號以前 他承認為中華民國的這個政府 他把它改稱叫做 Government Authority 向台灣 變成這樣 注意看 台灣關係法裡面 或是中美共同防疫條約 都沒有金門馬祖 所以說823炮戰 金門炮戰 那是什麼人跟什麼人的戰爭 那是中國人的內戰的延續 不是我們台灣人的跟中國人戰爭 所以美國一直叫 這個馬英九 他們從金門馬祖撤軍 所以你可不可以想像得到 一邊換一邊嘛 對不對 你們中國人的爭端 你不要把我的美國武器殺去那裡 所以他就叫他去撤軍趕快撤回來 所以現在金門馬祖有沒有什麼武力 其實沒有武力的喔 那是放幾個阿民國在那裡 讓你感覺說 他那裡還有住軍啊 其實已經都沒有住軍了 最近不是他們的國台辦 我說 記者問說 這個金門發展博弈好不好 他會跟他搶聲說 只要發展博弈我就關掉小三通 有沒有 有沒有聽到這新聞有沒有 有沒有 那是什麼意思 那本來就是他的土地嘛 你不可以 台灣你不可以後悔亂來 只要我才會起賭場 所以不準 好 那這個 台北美國軍事現在後 這他們的民國一百年 在台灣在慶祝 光富節啦 要慶祝光富節還會灌美國國金 所以 所以 不要忘記 他們是不是知道 他們的身份 他們知道齁 好啊 啊 時光回溯 1945年 10月25 欸 他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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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啊 對不對 他最大太平啊 所以 這個場景 跟這個場景 完全一樣嗎 完全一樣 所以 現在 他媽媽媽叫他們知道 他的身份嗎 知道 他都知道 啊 這是外面的台灣人知道嗎 不知道 啊 不知道 好啊 啊 说这几个月后台湾人就这样去不不 说你要请问台湾什么台湾的产党由中国人决定 但是这几个都听起来 有 有台湾的产党由中国人决定 没有 他说中国的拖凸款由中国人决定 这就是这里有一个台湾同胞 我们刚才说的 台胞证是什么人在买的 在台湾流亡的中国人在哪的 所以台湾同胞是什么人 是中国人 中国人不是外星人 是中国人 所以任何涉及中国主权领土问题 必须要包含在台湾同胞 在台湾的中国人 在台湾流亡的中国人在内的 全中国人民共同决定 这几个有什么不对 没有错啊 对不对 只是赖清德把人家 两千三百万人决定台湾 因为国台办他怕赖清德不知道 你说的台湾里面是不是 还有金融妈祖 你要把他独立出 你要把他决定出 你敢不通 不通嘛 对不对 我金融妈祖 你要设博弈我就不通了 他比较有可能还要让你决定 他的领土主权未来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 我们的意思是这样 还是我们普通人们不知道 不知道金融妈祖是中国的领土 记者就叫妈英雍 要回应啊 妈英雍就回应啊 坚持在中华民国生活这么高兴 所以说 事成相似 头头有看到 什么人有说过 串尤文也有说过 那中国民国生活在各社 有台湾两千三百万人 共同决定台湾的未来 台湾未来 如果要另外决定 中华民国有用用台湾 没有嘛 就是没有用用才会决定啊 所以台湾的现状就是 尚未未来尚未决定嘛 所以马英雍知不知道 他也知道啊 他也知道啊 那回头来看 这个蔡英文她在说的 中华民国的现状就是什么 有没有 还有一个 朱立伦 两岸投赎一宗 根据中华民国的现状 他们那些 要借中华民国的官位的人 都是说这样 都一定要这样说的 不可以把台湾跟中华民国南作会 有什么呢 因为他知道 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的 我现在是一个立方政府 立方政府终究要做 我会把我的立方政府 好好的带走 我会把我的立方政府 我会把南作会 南作会 全部会乱的 会很容易处理的 所以 中华民国的现状 在第四条 墙培的变更 要由国民大会 表决 臺灣有没有被表决过 交付中华民国 没有啊 历史上从来没有啊 光是这件事情 就可以打枪了啊 对不对 打枪 那个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就是 台灣的那种论述啊 他的 中华民国宪法 有沒有福建 金門馬祖屬於哪一層 對啊 所以金門馬祖是誰的 固有將域 是中國的固有將域 對啊 所以不要再對金門馬祖 認為他是台灣的領土的一部分 所以 六王RC 他要結束治台的跡象 台灣已經有說到了 他們一定會堅持兩岸統一 而且要堅持一中原則 而且他們要卸除武裝 然後他們已經簽了ECFA ECFA其實就是和平協議 再來美軍入台 身份要區隔 只要身份區隔開來 這幾個事情順水推中 他們就可以結束在台灣 的那個 流亡了 我們來看看整個跡象 也就是 黃英九 堅持統一 黃英九 統一是兩岸政策基調 因為他是代表流亡的中華民國 記住喔 他不是台灣人的政府喔 他不是台灣人的總統喔 他是流亡中國人的政府 流亡中華民國人的總統 所以他的 他当做一个流亡的主权者 流亡的那个最高权者的代表的话 他应该要为他的流亡的子民 做最好的福利安排 对不对 最好的福利安排就是怎么样 对啊 就统一啊 就带回去啊 统一与路 这个人战 他也是要统一嘛 人战是什么人 中国人啊 他自己讲过嘛 而且他自己讲两岸不是国与国的关系啊 是什么关系 一个是正统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代表中国合法政府的关系 一个是流亡政府的关系 所以根本不是国际关系啊 其实内战的延续嘛 而且是不是中国人 是啊 他说一国两制也没有什么不对啊 对不对 他们中国人急着要回去啊 一国两制也没有关系嘛 对不对 啊 后来 马英九 中国两千零八年冬孙以后派乎保障去中国 六月一号 回来就说中国不可能对台射飞弹 对不对 他要释出善意嘛 要回来的怎么可能会射飞弹 其实不射飞弹这件事情 在美国跟中国建交之前的公报里面 就都说得很清楚了啦 都说了啦 他要和平统一啦 不会射飞弹啊 啊 他要过来顺索推走哦 六月一号 六月十九号 金盟管政府就说 啊你撤军好吗 阿嬷研究说好啦 都要撤军 那撤军了 算了去 县兵司令部 两千零九年 就开始 啊 才才测一些司令部 就开始财测了啊 啊这 这是那类 财测的法规啊 费指日期 一百零一年的二零一二年啊 县兵司令部财测 啊过来 这个 财测了啊 县兵学校会不会存在 不就不会存在了嘛 所以县兵学校也要财测 县兵学校财测 也组织章程在这 那财子二零一 二零一四年 六月四号 也财子 啊 那金盟撤军 撤军 撤不到 三千 撤不到三千人 哦 再已经两千 存不到三千人 再来 大二代 去年六月 他们的国防部长去 去视察 撤军撤得如何了 然后 六月三十号 就移交给金盟县政府 所以 没有军队 在金盟的 那金盟的安全 现在谁在负责 中国啊 中国在负责啊 啊 要走啊 总要有个地方 当作过渡的收容所嘛 那个过渡的收容所在哪里 金盟马祖以外 还有一个 叫平坛嘛 金盟马祖没有到地 那里是流亡的中国人嘛 所以要找一个地方 就是平坛 平坛 盖到那个面积 跟台北市相当 跟台北市相当 咱咱说台北市是什么 中国市啊 对啊 然后复制了一个中国城在平坛 哦 他们新闻开始了哦 他们的新闻开始要改了哦 哦 七月一号台胞证免签 不用签证了啦 啊就国内理由 那不是要签证 你去拼湖 那不是要签证 不用嘛 那不是要签证哦 又发行什么卡 晶片卡 台胞证变晶片卡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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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卡片啊 所以 刚才说嘛 台胞证是谁发的 是中国政府发的呢 对啊 他发给他的国民呢 不是公民的那种国民呢 对啊 所以 两岸中国人 为什么基督要统一 他的真相就是这个 解决流亡中国人 在台湾的问题 哦 要改革啦 太久了 然后要解决金门马祖 要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 哦 这样他们中国的统一大业 才算完成啦 啊 他们的统一大业完成 跟我们台湾有什么关系吗 没关系啊 那是他们家的事情啊 对不对 我们台湾人 我们的新闻地位 还不确定啊 人员已经要确定了 人员已经照这个方向一直在进行啊 我们台湾人还不知道 哦 还在抹那个 联网中国人的大腿 叫你卖走 哦 叫你卖走 这样 这么奇怪啊 对吧 美国美军入台 哦 开始派官员进来啊 哦 开始派官员进来啊 这是 这也是这国外部队啊 6月16号的新闻哦 哦 现役军官 啊你看 虽然是现役军官 它也是都穿便服哦 为什么啊 因为美国现在的政策 就是跟台湾要保持 民间 非官方的关系 哦 所以他拿着你 不穿 正式的冠 哦 哦 好 所以 在这里 我们就有一个身份上的区别 这个身份上的区别就是这样 他们尼望的中国人 他们是 建议 他们是占领者 哦 他们是用中国民国憲法 啊 在中国民国憲法里面的选记 让他们继续延续 但是 改变不了他流亡的身份 所以 他们只要有两岸统一 他们结束中华民国的流亡 这样 这就是 他们要走的路 但是呢 我们台湾人的 我们要撒TCG的ID卡 因为我们是本土台湾人 我们是 在建议里面 我们是被战败的那一方 我们在日内网公约里面 我们是属于被占领者 受占领者保护的人民 那我们要用的是 万国公法 和这个战争法 和日内网公约 我们要用这些法令 让我们来 让我们的台湾人 能够慢慢恢复正常 所以只要美国继续 民主这么命 我们台湾人就出头天了 我们台湾人出头天了 所以 两边要走路 其实是不一样的 所以 你不要再去怪 那些流亡中国人 他们坚持中华民国宪法 然后日内就只要说 不行啦 这一波平凡很坏的啦 一定要给他修改啦 那你结果 他说要修改 没有 有修改 没有嘛 那是假议题嘛 不可能会修改 因为那是他们 中国人的宪法 你是流亡中国人的宪法 跟你台湾人没有关系 台湾人要用这一条 要走这条路 台湾人不要走这条路 你走这条路最后结果 你就是变成中国人 就好像台湾人 最后会变成 中国的公民政 就是这样 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介绍到这里 一生谢谢